好的 继续来看双方的第13局啊 上局结束以后 马叔也是彻底被打梦 忘记了中场休息这回事 嗯 不过这局马叔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的啊 目前已经领先了56 还愿看看分数 还有6颗红球75分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打进接到黑球 快超分了啊 再打一颗红球 黑球下方的这一颗 嗯 直接防守 超分前的失误 不过这一杆还是坐上了一杆质量不低的斯诺克 可以考虑一库来截粉球下方的这一颗 这样是不容易漏球的 截到 嗯 这个角度看一下 并没有漏 嗯 这种大角度很难打的 而且还被驱住了一点点 嗯 别怀疑我了 嗯 如果他会玩的话 稍微打一个薄鞭 把母球防上去 电击辉 这局想要翻盘难度还是不小的 哎 看一下这颗右边中带好像是有下球了 中高竿推移库 要中弹 漂亮 打进以后接到粉球 没问题 右下方抵带这样也是接上了 四颗红球现在都是活球 彩球 也没有死球 所以说球形还可以 但是要尽可能围着黑球来吃了 只能再吃一颗粉球 嗯 仰库起来 右下方抵带又接上了 这局要是再被翻盘了 估计马树彻底崩溃了 肯定是要接黑球的 能接黑球一定是接黑球 仰库起来 要中弹 仰库起来 要中弹 一杆中长弹 哎哟 打厚了 打厚了 这样马树就超分了呀 零千四十 台面三十五 直接超了 好 解到 需要丁几辉做斯诺克来法分 反倒是马树先坐上了一杆 这杆没有准进 准进的话 这局就直接结束了 嗯 留这个角度 丁几辉也是要继续防的 因为 现在是被超了五分 需要做两杆斯诺克 暂时还是没有太好的机会来做上高质量斯诺克的 这杆母球往下方去藏 力度大了 藏不到黑球下面了 就只能说一较少了 只是一较多好 可以在这较避的黄色 如果是这个黄色的黄色 有一个大颜色的颜色 线上 有大颜色的颜色 线上 我认为这一辈的颜色 我认为这一辈的颜色 看下红球还是跑出来了呀 现在粉球贴裤贴的没弄死了啊 可以利用一下了 力度差了一点点 糟糕了留中带戴口了 轻轻一顶高干 哎没打劲吃到带脚 把篮球后面去藏 没藏住 每次都是力度控制的稍微差点意思 差了一点点大概就是一颗球的位置 好球 这杆借助黄球终于是做上了一杆斯诺克 如果能贴死那就做得完美了 一库轻松解道 好 好 往粉球下方走过了 还是挺难的坐上一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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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带这回留戴口了 可能要没了这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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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10